是這樣 這個訊息 一個是美方的智庫CSIS 一個是中方的環球日報 他們都各有自己非常鮮明的立場 跟想法 所以我覺得奇怪 他們問了那麼多人 七七一百個怎麼沒有訪問 你也沒有訪問我 不知道要問誰 因為如果問我的話 我答案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認為如果是侯有一當選 侯總統 相對我們現在未來四年是賴總統 他們各自當了這個位置以後 台海戰爭的風險有沒有不一樣 我覺得沒有 這一點 我覺得我們兩個不一樣 我最近有一個比方 臺灣是一個怪咖 臺灣為什麼是一個怪咖 因為裡面穿的是唐裝 當衣買掛 外面穿的 穿我今天穿的羽絨衣 民進黨就是尤其對外 都穿著羽絨衣 人家說你衣服裡面怎麼碰碰 你裡面是什麼樣碰碰 這不行 這是一個災難 不可以給你看 這是一個災難 他是要用羽絨衣的身份 進白宮 甚至跟習近平吃飯 然後就是吵 吵講而已 做不到 而且他上了位置以後 就丟回去了 那國民黨相對與民進黨不一樣 國民黨裡面也穿著 當衣服要穿 也是唐裝 外面也穿羽絨衣 那國民黨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 國民黨在選舉的動態 怎麼這樣 你看 他就什麼 那就是 中國派 中華民國派 中華民國派 就是這樣 這個樣子 當然 國民黨是很好心的 我不敢說國民黨的派遇 看來給你們 國民黨就是以天下為止 就是民進黨當選以後 所增加的風險 我來做刹車皮 我來做刹車皮 而且如果北京 因為我的存在 對臺灣有一點諒解 那這個我扛下來 國民黨何必 除非你不要在臺灣重新獲得政權 而且如果因為民進黨做得不對 老共動怒了 這個是你的責任嗎 你是要跟他一起扛這個責任嗎 我剛才沒講得更精采 你拿下來的時候 你還給說 北京政府 習大大 我們是老原家 但是也是老朋友 但是就看在這個老朋友的份上 你就想一想 就不要那麼動怒 不要動手 我覺得差別在這裡 這樣的差別有值得環球十八 有值得CSIS 共黨共筛嗎 我跟你講 當然小事情會有一點不一樣 四年內我保證兩個 一個已經當選了 一個洛選了 兩個總統 都沒差 沒差 氣氛有白的 但是一戰不戰 沒差 我跟你講CSIS 以後做民調 起碼看我不起 不問我 沒關係 但是一定要我問我左邊這個 非常舉足輕重的大號人物 我跟你說 我認為 侯友宜如果當選 我敢確定 未來四年 不會 不會有任何 賴慶德不確定 我不敢講一定會或不會 他比較不確定 不確定 不確定不一定會怎樣 那另外一點 就是北京這次為什麼比較自治 就是各取所需嘛 對 你譬如說從北京的角度看 賴慶德當選不好 從另外的角度看 他也只有四十趴的選票啊 表示台灣六十趴的人 並沒有要支持他 所以對他也就是說 至少大家都不想打仗 說實話 沒有人想打 但你要找到一個理由 讓他不打嘛 對不對 他說你看 六十趴的人 都是 他只是四十趴小數的東西 所以這個表示 並不是大家都支持他嘛 所以基本上 國民黨 國民黨至少立法院還是第一大黨啊 等等 所以各都找到自己 可以下台的一個理由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